民進黨執政進口彈飽受質疑 一間資本額只有50萬的一人公司超私 從巴西進口8814萬顆雞蛋 占走六成的進口比例 匡大政府1.75億的補貼 就連資本額11億的台農發都輸給他 只是翻開經濟部上工登記 卻驚人發現 這50萬的一人公司 唯一負責人竟然只出資1000元 藍尾質疑公司背後 到底藏著什麼大咖人物 提理確是公司的負責人 出資額1000塊 經濟部的資料 利盈哪位人士的人的公司 老闆出資1000塊 竟然進口8814萬顆的雞蛋 有沒有誇張 我說一個公司資本額是50萬元 而真正的負責人只出了1000塊 那擺明了就是人頭 超私進口超過8800多萬顆雞蛋 如果不計關稅 光買蛋就要花4億多 超私的錢從哪裡來交代不清 農業部還護航 生業發文成親沒有圖利特定進口商 但貿易商白白種 為何偏偏挑選資本額最低的公司 每顆蛋進口到底花了多少錢 續產會又花多少錢收購 最後補貼經費多少 蔡政府敢不敢公布數據 告訴百姓納稅錢跑哪去 然後還要這個還要加關稅 所以成本變成7塊錢 然後賣到市場才賣4塊7 賣一顆就虧3塊 所以買越多就虧越多了 怎麼老是在玩這種遊戲呢 特定廠商零選 然後呢讓他穩賺不賠 虧的是全民的納稅錢 蘭姨質疑離譜的進口雞蛋 幾乎要變成常態 從今年3月一路執行到明年6月 至今補貼金額已經超過6億元 但壓縮國內淡價 但農民意願生產 政府大撒幣卻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斑斑吃石斑 軍隊都來吃鳳梨 這種都是臨時措施 不能變成常態 那會造成這個產銷失序 藍軍怒轟卻淡荒 政府大撒幣賭你嘴 難道百姓的錢在政府眼中 不當一回事 記者于盛行王政台北採訪報導 我是陳居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